高血压是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当一个的收缩压大于等于140mmHg,梳张压大于等于90mmHg的时候,就证明血压有升高的迹象。 有的时候情绪过度激动,参加了剧烈的运动,饮食不当也会引起生理性的血压升高。 不过,这种情况在调理之后就可以得到改善,当身体里面的血液、血管、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就会引起病理性血压升高。 这类群应该少碰三黄,借掉两种习惯才能使血压保持稳定。 少碰哪三黄? 一,少吃油炸食品众所周知,食物在经过油炸之后又会变得过度油腻,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会变高,使血液里面的脂肪含量增加,进而引起高血压。 还有可能诱发身体肥胖、高血脂、高血糖之类的疾病。 如此之外,还应该少吃各种肥肉、动物皮、动物内脏,以免血压持续升高。 二,少喝啤酒。 啤酒里面含有的酒精比较少,所以很多都有喝啤酒的习惯。 但其中的乙醇同样会对血管造成刺激,当血管发生舒张的状态时就会使血压下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导致体的交感神经变得兴奋。 血管又会进行收缩,使血压升高,这样就容易使血管的弹性降低,血压的调节能力变得越来越差,从而引起高血压。 三,烘焙食物说起甜食,很多都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吃,尤其是经过烘焙的饼干,蛋糕更是畅销的零食,还有的早上还有吃各种面包的习惯。 但这类烘焙食物里面含有大量的油分以及糖分,经常吃就会使动脉血管发生硬化,出现血压升高的现象。 需要戒掉哪两种习惯? 一,熬夜现在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尤其是上班族在平时,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高,很多都有熬夜的习惯,也有的是为了娱乐。 晚上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导致熬夜,身体长时间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引起神经兴奋度增加,血管发生收缩,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高血压。 二,生气生气是每个都会做的事情。 要完全戒掉生气几乎是不可能,但是每个都应该尽量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尽量使情绪保持稳定,不要过度的喜、怒、哀、乐,尤其是不能过度的生气才能减少血压波动过大,使血管变得不健康。 做好三件事,保持血压稳定。 一,按时服降压药一旦患上了高血压,平时就应该严格地按照医嘱服用降压药。 不要擅自加大或者减少药量,也不能更改降压药的种类以及服药的时间,以免影响到血压的控制,反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在服用降压药的期间不能吃得过于辛辣、刺激,排药避免以茶服药以及抽烟、喝酒。 二,适当锻炼身体高血压患者不能因为一活动血压就升高而拒绝锻炼身体,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身体的体质越来越差,没有办法抵抗疾病的侵犯,反而不能使血压保持稳定。 正确的做法是通过散步、打太极、坐操等运动来使自身的免疫力增加,同时有助于身体的血液循环,使血压保持稳定。 三,多喝水血压高的平时可以适量的喝白开水有助于稀释血液,促进血液的循环,也可以喝矿泉水,帮助身体补充钙、鎂等营养元素,使高血压引起的血管症状得到缓解,从而起到保持血压稳定的效果。 高血压虽然不会直接对的生命造成威胁,但长时间的高血压会使得心脏、血管、大脑和肾脏等器官出现病变,引发中风、心脏病、肾衰竭、血管流等严重的疾病。 因此,任何都应该重视血压升高的现象,出现问题之后及时到医院就诊,才可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但问题是,以目前趋势而言,又有多少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 即便知道患有高血压,又有多少会去重视? happen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